从摩托回来啦 回来啦 回来喽 怎么样 那你们去 你们不去 无聊吧 在这儿 还行 来了个美女 啊 来了个美女 哪个 这是个香 小妹子 对对对 我看看去 哈喽 美女 哈喽 你是刚过来 是的 没有 其实我来播密友三天了 三天 对 前两天在对面那边 刚过来这边 你在对面那个营地来着 对 我刚从对面营地过来 我咋没看到你呢 我每天都去啊 我昨天应该是下午 我电子到了那个营地 然后前天的话 我是在一个修理厂待了一天 那车古路不是坏了吗 帮我起包 然后开裂了 开裂了就到修理厂去换胎 在人家修理厂里面待了24个小时 你是湖南湘西 少阳 少阳 对对对 你这是出来多少天了 三个月了 就是直接走318过来 我是从仿生港那边先走到219 然后走219到了丽江嘛应该是 之后再转214然后再转到318来的 这走到颠钻线吗 对 颠钻线 这只小骨是你的 对 是我的 哈喽 嘿嘿嘿 呦 脾气有点棒 这是什么品种 它是个串串来的 串串 对 银服穿了点博美的靴 你晚上就在车上睡 是的 是的 我以为你搭帐篷啊 我带了帐篷 但是我嫌搭它会比较麻烦 那你这里空间这么小咋睡啊 因为现在我的后座放了很多东西 但是睡觉的话 只要把那些东西放到架十里就可以睡 可以看看吗 可以 很乱 乱很正常 对 你这东西也挺多的 对对对 那你每天睡觉都需要熟视啊 其实也很简单 就把那三个包 然后搬到架十里 把那个垫子搬到架十里就可以睡 把这个垫子给它一放下来 里面有个垫子 你是横着睡还是梳着睡 我是坐着 这个脚长那个后备箱 哦 你这后备箱是同的 对是空的 它是可以打开的 哦 哦 就是这种 那这样睡觉有点 憋屈啊 嗯 怎么说呢 我瘦嘛 也还好 还是腿也能正常 那个弯曲 但是都没什么问题 那你前面的座椅不能放平 前面的座椅 应该能 但是我不会 又出门的时候也比较匆忙 啊 没有去搞那个前座 前座它要把那个头子拆下来 那我这个车头子不太好拆 我不会拆 有一个暗扣 但我实在找到那个暗扣在哪 它没有好几次都拆不下来 啊 而且再加上我的宠物不是带了一只猫一只狗吗 还带了一只猫 嗯 对 在哪里啊 在他在那个附加室 我看看啊 对 附加室自撩 是他们俩的活动器 哦 哦 这里 对对 哎 他们俩不打架吗 不打架 他们俩是和血的 他抓不抓人 不抓很危险 哎 这是这是什么猫啊 蓝猫 哎 挺老实啊 挺好玩 嗯 哦 你这小狗一起啊 对 他们俩就是一起 基本上都是睡在这里的 哎 不是说那个猫和狗不合吗 嗯 没有 他们俩可能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有一点点 但是适应了七天之后一直到现在 四年了吧 应该 嗯 对 相处的一直都挺愉快的 熟悉了 对 你现在出来三个多月啊 嗯 三个多月了 快四个月了 二月底 应该是二月底出来的 那你一个人出来安全吧 挺安全了呀 反正在中国境内到处都有摄像头 都有天网的 没什么好害怕的 像你这么漂亮 路上有没有人和你搭讪 搭讪 好像没有哎 这么没眼光吗 他们 也不是了 也不是了 可能长大哥打到人家的那个标准 嗯 接下来要把拉萨走 我下一站应该先到林芝 林芝之后再去拉萨 拉萨 对 拉萨之后呢 拉萨应该会走那个青藏县吧 走青藏县去东黄 然后去内蒙 内蒙之后 然后再去东北三行转一转 你不去新疆吗 我这次行程没有安排新疆 一开始是有的 但是想想去年我去过新疆 然后在南疆 大概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南疆这个时间那边热吗 这个时候好像不热 我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6月 对 我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在了新疆 不是很热 哦 不热 对 不热不热 这可能有一点点凉 也需要加一个薄一点的 大概初天才能弄坏一套 刚刚于咱这边境县 内蒙东北墨河那边 对对对 可能是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现在还没有 低那么远的机会 大概知道自己要去哪 但是中间和那个过程的路线 怎么走吗 还是要看嘛 边走边看 一个是看车框行销 对 一个是我自己能不能受得了 那些路况 因为我的车现在到目前为止换了6个台了 换6个台 对 那老闸台 老那个爆台 嗯 呃 爆了两个 其中之前那4个台是我为了进藏 然后还是那个安静的地方 哦 燃雾到这里 这里是玻米嘛 啊 燃雾到玻米不是有很多那种炮弹坑的路吗 没有啊 很多啊 318 我看这路挺好走的嘛 嗯 你是不是专门挑那烂路走啊 不是 我走的是那个318 然后 那一段基本上都是炮弹坑 我我往这边开的时候应该是下午6点半 那个时候太阳是直射眼睛的 啊 然后也比较刺眼嘛 嗯 看不见 对 有一点点看不清 然后躺着大概两个还是三个那种炮弹坑 等等的话有一个就是起包了 啊 还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个很长的裂红 大概这么长吧 然后指甲都能塞进去的那种 哦 那得注意安全啊 这是有安全隐害所以就换掉了啊 哎 我看你这这是蹭门 这是被别人转的 就在香格比拉的时候 这一个学校的老师姐转的 正好站他在门口 哈哈哈 但是也因祸得福 因为那一次车祸 去了一个当地的藏民家 反正就是体验到很正宗很正宗的当地美食 包括酥油茶呀 什么酸奶糕啊那些 都都吃到了 还蛮快乐的 哈哈哈 吃的习惯吗 嗯 他那个酸奶糕我吃不惯了 嗯 但是他那个酥油茶还挺好喝的 就跟我们在外面买的不太一样 嗯 味道会更醇厚一点 更醇 哎 对 哎 就是像你这个 按这个用不用报备 我反正没有报备 没事是吧 嗯 反正也没事 因为一路过来也过了很多的那种光卡嘛 啊 警察检查呀 或者是什么的 好像也没说不允许这样子 再加上我这个 他不是说是打了钉子的 他不是改装 嗯 对 就是直接买的卡在这里了是吧 对对对 它是什么 它是卡在那里 哦 这个行 没有改装 如果是改装的话 可能是需要报备的 嗯 一路上没人查 没人管 目前没有 那就是没事 那你一路的花销怎么办 嗯 中间有尝试过摆摊 摆摊 对 摆地摊吗 呃 不是 卖那个生榨果汁 生榨橙汁 哦 就现榨的那一种 然后摆了三天吧 在那里 卖了多少 那也没仔细算 大概十几二十杯 嗯 我没卖 我其实没有把果子卖出去 我把我自己卖出去 把你自己卖出去了 你怎么会摆地摊 把自己卖出去呢 我 我在大里待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吧 然后中间不是遇到他们那个三月节的活动吗 嗯 我就想着去那个流量口 然后 但是我找的位置不是很对 那就刚好那个摆摊的位置在一对东北老夫妻呢 嗯 然后摆摊就不聊嘛 就跟人家聊起来了 聊起来之后 然后那个东北阿姨就问我是不是单身 我说是的 他说他有个儿子也单身 三十多了 给你介绍男朋友是吧 对 我说这个事情得他答应啊 然后那个东北阿姨就讲这个事情不需要他儿子同意 他同意就好了 哈哈哈 然后我还没有见到我老公呢 我已经有婆婆了 现在也没见到吗 没有 因为他在日本 哦 这些人在日本 然后昨天我还见我婆婆呢 哈哈哈 也过来了 对 他现在应该在林芝了 就是他可能会走的比我早 嗯 我要睡懒觉嘛 他们一般一大早八九点能跟我走了 结果上每个站我跟我婆婆都能碰着 哈哈哈 传的自从进到之后 基本上停的每一个点都遇到了 而且不是那种约好的遇到 是刚好很碰巧 这说明有缘嘛 对 就比如说昨天 我不是昨天下午在对面那个营地嘛 嗯 我开到那里 我发现那个营地没位置 我正准备走来着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婆婆在哪 我婆婆看到我车了 他就过来跟我打招呼 然后给我找了个车位 嗯 我就昨天晚上在那过了一夜 嗯 那你怎么又想到来这了 哦 今天也是一个缘分啊 之前我在大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大哥 嗯 他在我那买了三瓶果汁 然后支持我妈 就在那里做饭了 我突然看到他了 抬头看到他了 我说怎么那么一夜 说这不是我在大理遇到那老大哥吗 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 啊 过来在这里啊 来两天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 他在那上我们那溜达溜达 嗯 他是在对面 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营地 嗯 他就要求我过来这边住 我就说他过来 因为大哥挺好玩的 哈哈哈哈 挺感谢那大哥的 哈哈哈哈 你这是啥呀 哦 我这个是刨丝的 刨丝 对 就是那些菜啊 萝卜丝啊 土豆丝啊 哦 就是从这里啊 然后放到里面来讲 对 刨完之后就在这个里面了 哎 这个挺方便啊 对 因为我不会切丝 所以就想了个很难的办法 你平时不做饭吗 我平时也做 因为到了西藏之后 我不太能吃过这种的 饭菜 太油腻了 嗯 然后觉得不太对自己的口味 那你来西藏有没有搞访啊 目前为止还没有搞访 因为现在的菜马上挺多 啊 一千多 就还好 我 路上经常粗粗粗的小西部 嗯 咋咋的 我那个车 好像就大概 在四天前吧 四五天前吧 嗯 然后开进沟里了 就是整个车有一边都在沟里面 然后刮到那个底盘 等它整个都陷进去了 开沟里边了 对 是不是给恍惚了呀 哎 怎么讲呢 西藏的风景有点迷人眼 哈哈哈哈 那你最后怎么弄上来的 嗯 刚好 勾过了一辆大货车 然后那个大货车看到我像一排嘛 嗯 是老乡 他就停下来了 然后又来了一辆那个SUV的本地司机 我当时是在哪里的 左供吧 应该是在左供 然后那个本地司机 他就看着我落脉了 就问我要不要帮忙 我说 我说可能需要帮忙一下 他就走到这里拿了那个什么千斤顶啊 然后什么绳子呀 然后给我垫石头 垫高的 然后给我托上来的 幸好一会儿托上来 对对对 不托上来 那你就自己发愁了就 对 因为在路上遇到这种事情还蛮愁的 嗯 我不太懂车嘛 嗯 当时还挺慌张的 所以被解决之后还挺开心的 哈哈 你不会是今年第一次开着这车出来吧 嗯 对 是第一次这种自家车 哦 那你胆子也太大了 也没用啦 路上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的 我就向他们学习 哈哈 你司机是吧 天不怕地不怕 哈哈 对不起 又给你司机丢了 哈哈 那你休息休息吧 好嘞 啊 拜拜 拜拜